金瓶梅 第八十三回 我是评书演员梁军 昨天咱们说到 吴月娘让西门大姐到陈经济家去住 西门大姐来到陈经济家 正赶上经济给他父亲烧纸去了 婆母张氏收留了西门大姐 赶晚上陈经济回来 看见大姐不然大怒 上去连打代骂 骂道说臭淫妇 你又来干什么 说俺在你家蹭饭吃 你们家收着俺这么多的香荣 才有今天的产业 还好说白养了女婿 好得死了千万个 我要你这淫妇干什么 大姐就开口骂 没廉池的球根子 那么不懂天理 潘金莲走了被人杀了 你拿我出气吗 经济听罢不然大怒 扯过大姐的头发 拼死打了几圈 婆母张氏走过来劝姐 这陈经济把他娘也给推了一跤 张氏连哭带骂的喊道 死东西红了眼 连你娘都不认得了 经济根本不听啊 到了晚上 一顶轿子又把西门大姐送了回来 吩咐骂道 不把寄放在你们家的东西 还给俺家 我把你这淫妇给你活劈了 大姐是个女人啊 心里害怕 父亲死了 没人做主 躲在家里 再也不敢去了 每天呢 是以泪洗面 转眼 清明佳节来到 吴月娘备伴相煮指前 抬了两大的石盒 留下孙雪娥和西门大姐 重压的看家 带了三娘梦雨楼丫头小玉 乃子如意抱着西门笑歌 坐了轿子 奔城外屋里心坟上 被西门庆扫墓去 又请了哥哥吴大舅和嫂子 大镜子郭姆俩人一块去 出了城门 只见那郊原旷野 景无芳飞 花红柳绿 游人不断的回头乱走 一年四季啊 最好是春天 日为之历日 风为之河风 吹柳棉战的花心 佛香尘 天暖为之轩 天寒为之撂翘 骑的马叫宝马 坐的车叫香车 行的路叫香静 地下沉为之香尘 是千花发蕊 万草生涯 这叫春信 烧光荡漾 景无融合 小桃身装脸妖娆 嫩柳小宫 妖戏力 白着黄鹰 提武梦 寿生紫燕 吐春愁 哎呀 这风景太好了 吴月娘 众人的轿子 就在这春风 来到西门庆的坟上 戴安压的石河 起先来到 在庄院内 升起火来 厨艺呢 坐点野炊 吴月娘 众人呢 就坐下喝茶 等着吴大进子 戴安向西门庆坟前呢 摆了些祭品 列下纸钱 摆设停当了 过了一会儿 吴大舅和大进的两口子 也来了 众人呢 都喝了茶 换了衣服 来到西门庆坟前祭祀 月娘手里滴着五根香 一根地给孟玉楼 一根地给奶子如意 自己抱着笑哥 两根地给吴大舅和大进子 自己呢 留一根在上 上前插到香炉内 深深拜下去说 我的哥哥 你活时为人 死后为神 今儿个三月清明佳节 你的笑妻 吴时三景 孟三景 从你周岁的孩童西门笑哥 来你坟钱 给你烧纸 你保佑孩子 长命百岁 为你做坟钱 拜扫之人 奴的哥哥 俺和你夫妻一场 想起你生时的模样 好无伤感啊 只见戴安 把纸钱点着 众人也就放声大哭 孟玉楼也插了香 接着哭了一场 奶子如意抱着笑哥 也上了香 磕了头 吴大舅和大进子 也上了香 行币礼数 众人呢 都来到凉亭的底下 收拾喝酒 也就在这一天 守贝府里的小夫人 庞春梅 也出来 上香来了 原来头天晚上 春梅和守贝在一块睡 假推做梦 梦中哭醒了 守贝连忙问道 你哭什么呀 春梅说 俺梦见俺娘下俺哭 说养了俺一场 咋不清明节 烧点纸啊 就哭醒了 哦 守贝一听才放心 你的一点孝心啊 不知你娘埋在哪啊 在南门外 用福斯后边就是 哦 那好啊 不要紧 永福寺是俺家香火院 明天咱家上坟 你呀 抬些祭物 往那里给你娘烧份纸 也是你的孝心啊 第二天 守贝全家收拾了 裹盒祭品 直奔承南祖坟上 那里呢 有大庄院 有青堂 还有花园 大奶奶 并春梅都做四人教 拍军的贺道 上坟呢 有玩来 一则是上坟 二则是踏青 三则游春 这个时候呢 吴月娘几个人呢 已经把酒喝完了 正在踏青游玩 三里抹过桃花殿 五里望见幸发村 不知不觉 也来到永福寺前 月娘见这庙 盖得十分稀整 就问 哟 这座四号旗整啊 名字叫啥呀 吴大舅说 哦 这是守备周老爷家的香火院 叫永福禅林 以前姐夫活着的时候 舍了五百两银杂 在这寺中 重修佛殿 方还像今天这样骑着呢 月娘一听 回头对嫂子大镜子说 走 咱也进这寺中 超无超间 于是 这帮男女就近得四中来 小沙咪一看 赶紧抱与长老之道 长老连忙走出方丈 迎接施主菩萨 那长老一见吴大舅 吴月娘 向前和掌到了问讯 换小和尚开了佛殿 说 阿弥异陀佛 请施主菩萨随喜游玩 看茶 小沙咪开了殿门 领月娘众人 前的后两郎都看完了 然后来到长老的方丈内 长老连忙沏上茶来 这水可不错呀 吴大舅请问长老道号 长老笑嘻嘻的说 弥陀佛 小僧法名道奸 这寺啊 是恩主帅府周老爷的香火院 小僧呢 先是本寺长老 廊下管百十个僧人 后边禅堂里啊 还有许多云游僧 今日众位施主到来 时事给小四增脸呢 说着就吩咐方丈中摆摘 对月娘众人说 佛三们请坐 小僧以茬而已 月娘一听 不当打扰长老了 以免拿出五千银子 交给大舅 递给长老 说 佛钱请香来烧吧 长老笑音音的 打个问讯谢了 说小僧无散款待 弥陀佛 施主菩萨少做 和老费心 似已不失啊 就在这个时候 小和尚放了桌 摆好素斋 长老做陪 才带吃的时候 忽见两个轻衣汉子 跑得气喘吁吁 抱雷一番 抱于长老 哎呀 长老快出来迎接 府中小奶奶祭祀来了 长老听吧 慌忙披着袈裟 戴了风帽 吩咐小沙米收了瞎火 又赶紧说 请列位菩萨 到小房内避避吧 带小夫人烧完了纸 你们再出来 用斋不迟啊 就在这个时候 钟鸣鼓响 山门大开 长老连忙出门 远远的在道口等着 只见一大帮青衣人 围着一场大轿 从东边 像云一般飞奔而来 教夫各个汗流满面 衣衫皆失 长老赶紧上前 合掌说 小桑不知奶奶前来 礼当远接 接待迟了 枉其受罪啊 春梅在连内答道 又启动长老 那些手下办当 早跑到寺后 攀金莲的坟上 摆好了祭品 把纸钱也弄好了 旁春梅的轿子 直接来到金莲坟前 这春梅吓得叫的 两边人伺候着 春梅不慌不忙 来到坟前 插了香 摆了四倍 说 娘啊 今儿个春梅 特地给你烧纸 你好处伤天 苦处用钱吧 早知你死在仇人之手 奴不管咋的 也要娶你来腹中和奴一处 还是奴耽误了你 后悔迟了 说完了 令左右把纸烧了 自己是放声大哭 咱们再说 吴月娘在僧房内躲着 只知道有宅内小夫人来到 长老也出山门迎接 却不进来 就问这小和尚 小和尚说 哎哟 这四后啊 有个小奶奶 小奶奶的姐姐 心尽埋下了 如今清明节 不是来烧纸了 孟玉楼说 哦 估计是不是春梅来了 啊 月娘疑惑 春梅 哪有个姐姐呀 死了葬在这 整议论着 长老先进来 吩咐沙迷 快看好茶 不一会儿 轿子抬进方丈 二门里吓得叫 月娘和玉楼众人 打僧房内隔连笨外张看 这位小夫人究竟是谁 再仔细一看 呀 吓了一跳 果然是 庞春梅 但是 此时的春梅 也非昔日春梅 长落的胖的身材 面如满月 打扮得粉装玉琢 头上戴着翠冠 朱翠堆满 本拆半屑 上穿大红花袄 下着翠嵐宽折裙子 走路铃铛带步 逼不得 昔日的 小丫头 长老连忙上前 先连的请小夫人 房仗民间内 独独安放一张大椅子 庞春梅 款不坐下 长老参见一臂 小和尚上了茶 长老说 哎呀 今日小僧不知 宅内上坟 小奶奶来这里祭祀 要失迎接 十五岁小僧啊 春梅一听 往哪儿一笑 哎呀 有多启动长老 宋经推荐啊 哎呀 岂敢岂敢 有谁殷勤 不保安主啊 多忙小奶奶 赐了许多金钱不失啊 小僧啊 请了很多的人 道德圆满 明儿个 打发管架 进城 回小奶奶话呀 这长老啊 光顾和春梅说话了 把吴月娘众人 拦阻在屋内 又没法出来 月娘恐怕天王 就请小和尚 请长老来 要起身回去 长老不肯放 走来方丈 禀春梅说 小僧有件事 禀告小奶奶 长老有话 但说无妨 世间哪 有几位游玩娘子 在寺中随喜 不知小奶奶来 如今他们要回去 为之小奶奶 遵义如何呀 春梅一听 呦 长老如不请来 相见呢 长老慌忙请来 月娘众人 吴月娘怎么 好意思出来呢 只说长老 不见了吧 天色晚了 那么告辞走吧 长老见收了月娘 不失 又没款待 心中挺不好意思 只顾再三催促 吴月娘和梦玉楼 大劲子 推辞不过 只得出来 旁春梅一见 哎呀 原来是二位娘 和大劲子 连忙先让大劲子 转上 磕下头去 大劲子连忙还礼 哎呀 姐姐 今儿嘎非昔日 磕笔 遮杀老身了 春梅一抬头 哟 好大劲子 你咋说这话呢 奴可不是那样的人呢 尊卑上相 自然之礼呀 带了大劲子 春梅向吴月娘 和梦玉楼磕下头绪 月娘玉楼 也赶还礼 春梅哪里啃 扶起来 又磕了四个头 说 不知娘在这 早知道 早请出来见了 月娘说 姐家 自从你出了家门 在府中 一向奴缺了理 不曾看你 你可甭怪呀 春梅说 好奶奶 奴哪里出身 习干说怪 阴见奶子 如意抱着笑嗑 就说 哎 哥哥都长这么大了 月娘连忙对如意和小玉说 快 那俩快过来 给姐家磕个头 如意和小玉 高高兴兴的过来 和春梅呀 半磕了个头 月娘一旁对春梅说 姐姐 你受她 两个一脸吧 春梅赶紧油打头上 拔下一对 金头的簪子来 插在笑哥的帽子上 月娘说 哎呦 多谢了 还不给姐姐 行个礼呀 奶子 如意抱着笑哥 真敢给春梅行了个礼 把月娘乐的 欢喜不得 孟玉楼说 姐姐 你今儿个不到寺中 阿玛娘们 怎么能遇在一处啊 春梅说 可不累 阿娘她老人家 埋在这寺后了 奴在她手里一场 无亲无故的 奴不羁挂掌 替她捎张纸 这咋过意的去啊 月娘啊 还没明白指的是谁的 就说 不对呀 俺记得你娘死了好多年了 谁葬在这儿了 孟玉楼一推她 大娘 你咋还不知道 不是说溜儿吗 哎 多亏姐姐 把她呀 埋在这儿了 月娘一听啊 哦 盘金莲啊 算了吧 甭言语了 无大劲子接着说 哎 谁像姐姐这么有恩德呀 不肯忘救 还埋葬了救主 你冯杰令来纪念她 天来烧个纸不来 春梅说 好奶奶 你可不知道 她当初抬举了我呀 今儿个她死得冤 把这般东西都抛下了 怎么能不埋葬她呢 直到这会儿啊 哦 长老才明白 感情这帮女眷 过去都是西门家的人啊 赶紧叫小和尚放桌 摆上两大八仙桌素斋 各种高级点线 还有绝系的金牙雀蛇茶 众人都喝了 收了家伙下去 无大救啊 在外边有人款待了 喝着喝着 孟玉楼起身 也想往 攀金莲坟上看看去 给她捎张纸 也是姊妹一场啊 见吴月娘不动身 就拿出五分银子 叫小沙弥买点纸去 长老说 娘子不用买去了 我这儿啊 有现成的金银纸 拿几分烧了就成了 玉楼呢 就把银子递给长老 使小沙弥 把孟玉楼领到后边 白杨树下 攀金莲坟上 捡三次坟堆 一堆黄土 树枝青蒿 玉楼点了根香 把纸钱点着了 拜了拜 说 六姐儿 俺不知你埋在这儿 今儿个 孟三姐五到四中 给你烧点纸吧 你好处升天 苦处用钱吧 说着 放声大呼 奶子如意 见孟玉楼奔后边去了 也抱了孝哥 出来瞅瞅 月娘在方丈内 和春梅说话 叫奶子 可别抱了孩子出去 只怕把孩子吓着了 如意说 奶奶 不碍事的 俺知道 还是抱了孝哥 到了坟上看了一遍 看孟玉楼啊 烧过了纸 哭了回来 春梅和吴月娘 晕了脸换了衣裳 吩咐小半当 把石盒子打开 把各样的细果 咸实 熟实 点心 摆下两桌子 这春梅啊 就请大镜子吴月娘 蒙玉楼上座 她呢 在主位相陪 奶子 小玉 旁边打横 吴大舅呢 另安放一张桌子 在别的地方吃了 几个人正喝着酒 聊着天 一会儿 两个轻衣小半当 走过来 跪下禀道 老爷在外头 拆小的 请奶奶赶紧回府吧 春梅不慌不忙的说 你们先回去 俺知道了 二人答应下来 又不敢去 在下面伺候着 等吃完了饭 大镜子吴月娘要起身 说 姐姐 不好再打搅了 天色晚 你们有事 俺啊 先回去吧 春梅啊 哪里肯放 说 哎呀 娘你说啥呢 俺娘们 会少离多的 彼此啊 都建厂着 将来可别断了 这门亲戚啊 奴也没个亲户 到明儿个娘好的日子 奴回老娘家 走走去 娘啊 你家里 就是庞春梅的娘家呀 月娘一听 很感动 流下泪来说 俺的姐姐 有你这句话就成了 怎敢启动你啊 等荣一天 奴看姐姐你家 说吧 喝了两杯酒 月娘说 俺酒够了 你大镜子没叫的 天也晚了 不好走的 春梅说 咋咋 大镜子没叫的 俺这里有 月一顶啊 给大镜子坐去 快回来家 众人收拾起身 春梅叫过长老 令小半党拿出一笔大布 五千银子送给长老 长老拜谢了 送出山门 月娘和庞春梅拜别 春梅看着月娘 蒙玉楼大镜子上了轿 他这才上轿 分下两路 月娘一行 几个家人跟着 春梅大叫 一大帮人跟着 两旁排军喝道 是回一府而去 吴月娘啊 为什么着急 要离开永福寺呢 实际上 他知道潘金梁埋在哪 心里疙瘩 想出去走走 过去嘛 妇女都被关在家里 难得到外出行走 况且又是一堆寡妇 实际上呢 说是天晚了 也就是下午的 两三点钟 吴月娘一行人 离开永福寺 顺着大树 长堤奔前来 戴安早在 杏花村的酒楼下边 扑木天地 摆下酒窑 等着很长时间 不过一会儿呢 月娘一来 众人呢 在野地下坐着 喝野酒 嘿 只看着四周 香车宝马 人渊喧杂呀 非常的热闹 月娘跟他看着 嘿呦 心里挺高兴 平常啊 可真是太闷了 嘿 您说巧不巧啊 就在这不远处 本县支县 相公的儿子 李牙内 名叫李拱碧 也在附近玩呢 这位牙内 三十二岁 显为国子剑奸生 非常的风流 懒读诗书 专号鹰犬走马 常在三街两巷中走往 人都叫他李棍子 这一天 他穿着身软螺青花的衣裳 戴着个漂亮的帽子 领着二三十个贤汉 拿弹弓吹捅着玩球呢 来到杏花村大酒楼下 正在观看江湖艺人在那跑马卖艺 正看着高兴呢 呼听的有富人的说笑声 扭回头看 见不远处小高坡上 有几个打扮的与众不同的女人 站在那观景热闹 仔细看 其中有一个长挑身材的女人 不觉心摇目荡 观之不足是看之有余啊 嘴上不说 心里想 一喝这是谁家的女人呢 有汉子没有呢 一面叫过手下答应的小张贤来说 你呀去得高坡上看看 打听那三个穿送服的女人是谁家 探问得识 告我知道 小张贤连忙答应 跑了过去 没多长时间回转身来 走到跟前 低声报道 他们都是以前的 县前西门庆家小的妻子 那个娇小身材的 是她原来的大娘子 吴月娘 那个长挑身材的 脸上有点白麻的 正在朝这边看的 是她第三个娘子 姓梦 小梦玉楼 如今的 是一堆寡妇 守寡在家呢 那个年老底的 是大娘子的嫂子 哦 李牙内听了 单独记下梦玉楼的名字 中赏了 小张贤 看看天色已稳 吴大舅令大安收拾了石河 村的月娘是上轿回家了 咱们前文书说过吗 孙雪娥和西门大姐在家看家 吃完午饭后没事 都走在大门口站着 不想 一个磨镜子的摇着个铃铛 走了过来 那会儿啊 卖胭脂粉的 卖花脆的 磨镜子的 都要灵的 大姐赶紧叫平安呢 叫住那人 哎 我镜子昏了 叫她给我磨磨镜子 那个人把蛋子放下 说 我不会磨镜子 我卖些金银的首饰 还有花脆 站在门前 只顾眼上眼下的 打量着孙雪娥 孙雪娥一看不高兴了 哎 我说那汉子 你剥麻镜子 你就走吧 看我干啥呀 那人说 雪姑娘 大姑娘 你们真的不认识俺了 大姐一看 眼熟 急忙着 想不起来 那么这个人是谁的 咱们明天再说 啊 不认识 谢谢大家